因為妳知道新聞曝光的時候 是有說有憂鬱症對不對 有啊 就是跟大家一樣 憂鬱啊 躁鬱啊 沒耐性啊 然後到後面就是想要 不要再跟我講話啊這樣 我們每次碰到 歌迷都要我問妳 到底進度如何 等很久了 我知道 因為妳知道 妳是錯名錯嗎 那時候我很積極 其實我先健身 健身管跟他練唱 練腦音唱之後 晚上去錄音 就每天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壓力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開越多 越來越多 我就突然之間就 爆炸了 就免疫系統變 脹很低 整個支氣管 呼吸道啊 整個就全部一直發燒 一直發燒 一直發燒 又本來食量就很小 可是這時候我又吃過度清淡 所以我後來就喝了那個 蛋白質 protein shake 然後吃那個我會狂脹氣 我就開始整個臉翻掰 一直狂吃我平常胃藥都沒有用 做健康檢查的時候就 還幫我做腸胃鏡 他說妳知道妳之前胃潰瘍 胃痛加胃食道力流 就全部就一起 給妳來一個大爆炸 妳真的有想過可能嗎 有啊 有 然後就很沮喪 摔東西啊 不想跟人講話啊 搞自閉啊 就情勿打擾 就是在外面的情勿打擾這樣 Privacy 當然妳過了這個時間之後 發現妳是業了80%大的瘟 對 360度換一個人 360度 妳極度做自己 對 比如說妳很 那次那個影片 睡著 覺得很幽默 喔 對 對 現在甚至有很多我身邊的一些那種 醫生朋友 他說妳怎麼了 我說我沒有幹嘛 他說那個 我說 因為我真的看太多幽默的戲 因為我看了我就會開心 而且我說現在是幾世紀了 就是 我又不是要 妳知道三重 三重式的人 所以以前我就收工之後 公司就說妳要去哪 我說我跟朋友去喝珍珠奶茶 還去 妳現在是藝人了 還去 我說珍珠奶茶現在也不行 他說而且會胖 然後到後面就說 喔 妳要去哪 我說我跟我朋友過生日要去 去一個Club 就夜店 全公司 蛤 妳要去夜店 我說所以我在家也要彈琵琶 寫書法這樣子嗎 然後在家裡就是叉叉花花 畫一下畫啊 他說這樣講妳可以 我說妳瘋了嗎 到後面我就變成 他們就會不爽我 我也不爽他們 因為我不照他們普走 他們也不照我的想法 跟我的性格走 所以我每次一放假就 像他們說一匹野馬 就出去 完了 還有去溫哥華 完了 他一定會delay 完了什麼什麼 我後來就崩潰啊 應該講這個過去這三年 從不解釋情文那時候 其實我開始內心就已經在 蠢蠢欲動 想要真正完成 我自己想要做自己的最大的 夢想 就是回到原本以前的我 但是有現在我的智慧跟判斷 跟我的經驗去做 因為我做不完美 可是我不完美才是 真的是我啊